9月16號 昨晚下了一天的雨 烏南不同 讓我們看看現在還有沒有蘑菇 看肉膜 肉膜它一有 它邊上就有好幾個 這個已經爛了 這裏還有一個 下完雨以後這個肉膜黏糊糊的 那個手感有點像黏糰子 紫雲盤 好大的紫雲盤 這個顏色就比較紫了 這還有兩個大的 這個大的已經被牛踩爛了吧 挺齒實的 馬糞包 馬糞包是可以食用的 你別看它這上面有 那種小刺刺 挺嚇人的 其實 它這是馬糞包的一種 它這個狀態 裡面的那個肉就是 豆腐狀的 是可以食用的 如果變成褐色 就是 裡面都是包子粉 是可以支取的 塞漢巴和烏南不同 這一帶 我覺得除了那個馬鞍菌 舟品馬鞍菌以外 最好吃的就是 林地白骨和哲林菇 哲林菇 他們這邊叫做黑膜 他們這邊最有名的群眾 最喜歡採的就是這種 肉膜 這個肉膜 我們覺得味道一般 今天早上 我是來採林地白骨的 這片林子 基本上都是這種肉膜 我是路過這片林子 想採林地白骨和哲林菇呢 看不見 但是肉膜不想採嗎 就走過路過 就能看見很多鴿 看看這一堆肉膜 雪紅柳丁菇 雪紅柳丁菇 你不講不行 一堆呀 這我發育的很好 個個都這麼大 看看 一過來就發現一個 這個 這個就是 林地白蘑菇 燉雞的話 鮮美甘甜 這裡有三個 林地白骨 這個林地白骨 9月中旬 是要過季了 現在很少很少 四個 五個 這個就不採了 讓它在這裡為所發育吧 很典型的蘑菇圈 這裡又一個蘑菇圈 看看這裡的台鮮 這個林地白骨很好 極品 沒開啥 這個季節已經很少了 9月中下旬 這邊最多的還是小黃魔 小黃魔根本就剪不完 而且都很大一個了 小黃魔這麼大一個 還有這種小白油膜 塞漢巴烏南不同 剪蘑菇的環境 就是這樣的 現在是旅遊淡季 也是剪蘑菇的淡季了 9月中下旬 當地人都不怎麼剪了 因為效率太低了 我一個小時 才剪了不到 十個林地白骨 要是八月份 早就剪了兩籃子了 回到營地一看 主架剪了一桶紅菇 還都是很大一個 9月16號 還能剪到這麼多 這麼大一個 中秋節前一天 9月16號 你看還能剪到這麼大一個肉膜 沉甸甸甸甸甸的 還有幾個大的 一盆子 一塑料袋 好